女孩死状诡异 倒挂在村里最显眼的天台 经过鉴定生前还遭受过侵犯 然而这起案件 嫌疑人竟是个智障男人 因为警方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写有他名字道俊的高尔夫球 很快道俊被警方捉拿归案 母亲想拦下他们 结果道俊自豪地展示手腕上的手铐 还冲母亲笑 等到道俊被警察带进审讯室 不仅裤子被扒了下来 嘴里还被塞了苹果 接着警察来的飞踢 苹果瞬间分成两半 一个踢的就不是苹果了 道俊吓得棱在原地 警察随即拿出道俊的高尔夫球 问他为什么这个会出现在尸体旁边 结果道俊就是想不起来原因 见道俊傻乎乎地没法配合审讯 警察直接准备好了认罪书 道俊只负责签名就行 道俊不乐意了 也不是因为要他认罪 而是警察居然认为他傻肯定不认字 认认真真翻看完后 自豪地按了手印 母亲得知道俊认罪后 连忙赶到警局 问道俊事情真相 斥责他为什么要认罪 蠢货 道俊急了 不许叫你儿子蠢货 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他蠢 母亲无语了 道俊这边是指望不上了 决定另找办法 即使夏大雨也在警局门口等警察下班 看到警察后 立刻跟到车上 向他证明道俊清白 道俊平时连小强都不会杀 又怎么可能杀人 说完拿上好的要想贿赂警察 可对方却不为所动 还说道俊已经认罪了 案件到此为止 除非母亲有证据 不然此事没有反转的可能 母亲听完心都碎了 到了第二天 道俊被警方带到案发现场 要求还原作案经过 全村人都跑来吃瓜 围得水泄不通 在警方的教唆下 道俊吃力地搬起沙袋砸假人 接着到天台后 想把假人丢下去 却被警察立马拦住 并且摆出死者当时的姿势 吃瓜群众们直呼后理线 母亲一直在人群里不停发传单 企图用这种方式证明道俊清白 可吃瓜群众们只想吃瓜 真相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 这方式无疑是行不通了 母亲索性闯到女孩的葬礼上 大声说自己儿子不是杀人犯 结果引众目 导致被围殴 女孩的奶奶更是直接朝他泼酒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母亲终于意识到 要为道俊证明清白的话 只能走法律途径 她没有因此气馁 而是把自己打理了一遍 请最有名的律师吃大餐 和对方说只要能打赢官司 给他买下太平洋都行 律师听到这立马心动了 和母亲一同来到看守所后 询问道俊那天晚上具体情况 但道俊就是想不起来 母亲让他揉一下太阳穴试试 这样有助于恢复记忆 终于 道俊仿佛是想起来了 母亲惊喜万分 可下一秒 道俊又只说不是他干的 因为他只是想起之前 不小心打坏了别人后视镜 其实是朋友踢坏的 结果却让道俊背黑锅 律师见道俊这副模样 已然失去耐心 谁接手谁遭罪 立马找借口抽身离开 可道俊的话却提醒了母亲 朋友是不良分子 经常干坏事 事后又让道俊背黑锅 这起案件真凶 很有可能就是朋友 接着嫁祸给了道俊 根据这个思路 母亲立马找到了律师 可对方如今正在花天酒地 玩得不亦乐乎 压根没搭理母亲 还说道俊反正是神经病 最多关四年就出来了 天底下哪有母亲 忍心自己孩子遭罪 更何况他坚信道俊没有杀人 求人不如求己 证据还是自己去找算了 这天 朋友不在屋内 母亲偷偷溜了进来 开始不停翻找 还真发现了一根带血的高尔夫球杆 母亲喜出望外 这下就能证明道俊清白了 可就在这时 朋友回来了 母亲只能赶紧躲进衣柜里 小伙正和对象探讨人生 殊不知这一幕被衣柜里的老嫂子 尽收眼底 三秒过后 年轻情侣就呼呼大睡起来 老嫂子拿着带血的高尔夫球杆 捏手捏脚地走了出来 不慎踢倒了小伙随手放的水瓶 小伙眉毛抖动了一下 继续找周公下棋 老嫂子终于把小伙作案证据偷了出来 马不停蹄送往警局 因为他认为这可以证明儿子道俊清白 可警察的回答让他傻眼了 球杆上的不是血 是口红丝密达 母亲的心再刺碎了 在雨中离开了警局 身体在凉也抵不过心凉 这时 收破烂的车从身边经过 母亲随手拿起一把破烂的伞 给老灯三块钱 可对方只拿走了一块 不知不觉母亲回到了家里 看到一个男人正在玩电脑 一定是道俊回来了 惊喜地喊着道俊名字 可男人回头后 其实是道俊朋友 他来找母亲要今天的精神损失费买辣条 母亲心彻底凉透了 无助地跪在地上 拿出十块钱递给朋友 朋友收下钱后又有点过意不去 给了母亲一条线索 那个领盒饭的女孩私生活很乱 有不少男朋友 他推测是情杀 可以从女孩身边人入手调查 母亲听后再次燃起了希望 天一亮就来到女孩家附近 找小学生们当情报人 只要他们提供女孩的情报 就请他们吃辣条 小学生听完立马把拉把拉全说了 女孩有六百四十八个男朋友 这也太多了从何查起啊 母亲又一次来探监 看看道俊能不能想起什么 结果发现道俊鼻青脸肿 连忙询问情况 才得知昨天有个育友说道俊是蠢货 道俊直接和他打了起来 因为母亲说过 如果受到欺负 那就做对方 如果有人辱骂 那也做对方 被打一下的话 就还给对方两下 母亲心疼地看着他 让他揉揉太阳穴回忆案发经过 道俊揉了三十天 突然抬起头 想起的不是案发经过 而是五岁的时候 母亲给他下毒 想把他毒死 结果却把他毒成了智障 母亲顿势慌了 情绪失控 这件事折磨了他一辈子 如今道俊还记起来了 随即掏出针 让道俊扎一下穴位 就能忘记痛苦了 可道俊冷漠地说 你是想用针再杀我一次吗 默示着眼前的母亲 表示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 道俊的话 让母亲心肌梗塞 回忆起当年给道俊下毒 其实是想一起升天 因为家里实在贫穷 谁曾想农药都造假 母亲没能领盒饭 道俊还成了智障 看着道俊而食的照片 自责和内疚异于眼表 起身来到照相馆 想修复这张破损的照片 这时店主却说 一个星期前 死去的女孩来过店里 想洗印手机里的照片 店主不明白手机像素这么拉垮 为何要浪费钱把照片洗出来 但转念一想 手机的照片一定有见光死的秘密 而且当时有个脸上有疤的女同学 陪女孩过来 女孩的死因 女同学肯定知情 母亲得知这条关键线索后 马不停蹄赶往学校周围 正好发现女同学 被两个不良分子欺负 还听到他们威胁女同学 交出女孩手机 紧要关头 母亲打碎了酒瓶 吸引路人的注意 女同学才得救 事后 母亲联系了道俊朋友 请他帮忙收拾不良分子 三两下就把他们打趴在地 俩人赶紧透露 男人只要给女孩大米喝酒 就能深入探讨人生 可每次女孩都会偷拍这些男人 如果照片被曝光 涉及的人都逃不掉 必须找到女孩手机 母亲瞬间想到 女孩奶奶整体抱着酒 女孩为了酒出卖身体 说不定就是奶奶教唆的 然而杀害女孩的凶手 一定就是她男朋友之一 可道俊真的就没有嫌疑吗 女孩去世那天 母亲给道俊下药 结果半夜 道俊盯上了孤身一人的女孩 男人正在撒尿 母亲却拿一大碗要让她喝下 急着想让儿子在洞房市 可以一展雄资 谁曾想男人半夜到荒山野岭溜达 药校发作盯上了一个女孩 结果到了第二天 女孩诡异地死在了天台上 男人立马成了嫌疑人被抓捕归案 母亲为了证明儿子清白 不停调查事情真相 发现凶手另有其人 她来到女孩家里 用一百万收买了她家人 成功拿到了女孩手机 打开一看 里面就和众人说的一样 女孩和648个男人探讨人生后 全都给偷拍下来 接着母亲拿手机来到了警局 让道俊看看里面的人 那晚有没有出现过 道俊目光却停在了一个老灯上 说老灯那晚在窗边偷看女孩 母亲立马认出这人是受破烂的老灯 接着假装是医护志愿者 可以帮老灯针灸 让对方放下警惕后 趁机打听那晚的案发经过 老灯也没放心上 说自己当时确实在场 但也只是路过 母亲满脸写着你就装吧 我知道你是去和女孩探讨人生的 但母亲没有揭穿她 老灯接着说 当时她看到道俊一直跟踪女孩 女孩察觉后 立马躲进楼里 道俊放弃跟踪准备离开时 女孩却扔出大石块 差点砸中了她 而且瞧不起道俊是智掌 臭骂她流氓蠢货 道俊生平最讨厌别人说她蠢 而且母亲说过 如果有人欺负她 就打回去 她举起地上的大石块 猛地砸向了女孩 对方立马倒地不起 道俊正是慌了 把女孩拖到村口最显眼的位置 想着有人看到女孩赶紧来救她 第二天 道俊被警方带来还原案发经过 老灯一眼就认出了她是凶手 母亲压根不信 老灯一定是看错了 道俊他是清白的 老灯突然想到 道俊很奇怪 把女孩杀完之后没有立马溜走 反而在不停揉太阳雪 听完老灯的描述 母亲立马确认 他看到的真的是道俊 没想到自己一直努力证明儿子清白 可儿子真的是凶手 老灯听母亲说道俊很快就会被放出来 连忙起身去打电话报警 他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要揭发事情真相 母亲这时拿硬物迅速偷袭他 接着疯狂补刀 为了儿子 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母亲冷静过后 老灯已经凉透了 这可把母亲吓坏了 连忙清理血迹 但血量太多根本擦不完 索性放火毁尸灭迹 母亲如今不再需要证明儿子清白了 第二天 警察找到母亲 说真凶已经抓到 道俊一会就给他放出来 母亲内心五味杂沉 向警察带他去看看真凶 等到了监狱后 母亲发现这个男孩也是个智长 对方压根无法自证清白 而且是个孤儿 母亲难受极了 如今只有他知道男孩是无辜的 可是为了儿子 他选择把真相吞进肚子 道俊终于回到家里 发生过的事情却忘得一干二净 继续没心没肺地活着 然而母亲内心一直被石块压着 喘不过气 两人吃饭时 道俊说凶手把女孩拖到天台 会不会是想让别人看见 其实是想让女孩得救 母亲不知该如何作答 第二天 母亲带道俊参加旅行团 打算去散散心 不再去想痛苦的事情 可这时 道俊递过来一个烧焦的针酒盒 母亲愣住了 这正是他当时杀老灯石落在对方家里的 原来道俊出狱当天 正好看到老灯被烧毁的房子 他出于好奇过去溜达 发现了母亲的针酒盒 还帮他捡了回来 母亲连忙掩饰内心的慌张 把儿子留在原地 自己掀上了车 车上的人都在搁在舞 唯独母亲坐在角落 抽出一根针 扎尽可以忘掉痛苦的穴位 很快 母亲忘掉了一切 忘我的跳起了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